台東市全館與原坪鄉布農族人 十一號在桃園實驗小學 共同發表原住民故事繪本 Gurumaha回家吧 希望透過孩子的視角 認識國內原住民的歷史傷痛 進而產生同理心 學會傾聽與換位思考 那本路是台灣原住民族 反家行動最持久的 但是我們看這個台灣的 原住民反家行動的過程裡面 其實很少人去談 當初他們離家的那個心情 那如果我們不去談 他們被迫離開家的心情 其實當今的人很難去統領 那時候他們的處境 所以我們就策劃了這本繪本 翻開繪本 文字與圖案 清楚地述說日治時期 那本路布農族人被迫遷徙的歷史 書中也以十一歲的布農族女孩 穆拉斯的視角 詮釋這段族群的傷痛過程 而校方也希望透過繪本閱讀 讓孩子們了解祖先秘入藍綠的辛苦過程 以及後代子孫回家尋根的意義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透過繪本的一個導讀 他們對於內容的一個理解 再回顧到說 對 我們回家 回家這件事情的意義是什麼 他講了很多布農族的歷史 然後就可以告訴大家 然後大家就會認識 透過繪本 瞭解內本路布農族人在被迫遷徙的逆境中 仍堅持布農族群傳統生活倫理及智慧 而校方也期待未來可以製作更多繪本 讓孩子們能透過閱讀 進而消弭族群之間的誤解與對立 也對原住民族文化有更深的認識 原視新聞 台東研品廠報導